这个Cookie的话,那么的话,实际开放一般是用Cookie用的比较多,是吧?那么有一个什么用途呢?比如说我们想存一个状态在本地,存一个状态在本地的话,可以用Cookie来存。比如说这里面有个例子什么呢?只提示一次的弹框,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们访问有些网站,是吧?它网站是不是弹出一个东西出来啊?告诉你有什么新功能,是吧?然后你点我知道了,是吧?然后下次你再访问这个网站,它就没了,是吧?这个弹框是不是就没了? 是吧?那么这个状态就可以存在本地,是吧?如果你把这个状态存在服务器上的话,是浪费服务器的那个数据库的空间啊,一般的会把这个状态存在本地,就是存一个值在本地就行了,是吧?啊,好,那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做这个什么呢?只提示一次的弹框啊,这是实际开发中,实际开发中也会用到这种这种什么呢?效果了啊,这是一个什么很实际的例子啊,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做这个东西啊,那么这个弹框的话, 因为前面我们做过啊,我们把前面的弹框拿过来,是吧?看一下这个是,上次做了一个什么弹框? 呃,我们上次做了一个什么,做了一个,看一下啊,哪里有个弹框,我们做那个事件,呃,阻止事件冒泡的时候做过一个弹框是吧?阻止事件冒泡啊,呃,是哪一天呢?十四天吗? 十四天指定菜单,十四天啊,十五天啊,十五天里面这个里面应该有一个弹框是吧?好,把这个弹框拿过来啊,好,十五天把这个弹框拿过来,然后把它改一下啊,比如说这个是,嗯,003吧,好,003这个弹框啊, 好,这个弹框拿过来之后的话,我们怎么改呢?比如说这个弹框,它默认的是,呃,把这个先不要了,是吧?不要说这个弹框是怎么样的呢?就是这么一个弹框,是吧?这么一个弹框啊,好 好,这个不要了啊,这个不要啊,然后的话,弹框里面有个文字,是吧?有个文字啊,写一下,是吧?比如说这里面是有个什么文字啊?啊,这里面的文字是什么呢?比如说它干嘛呢?它就是什么?啊,提醒你吧,是吧?比如说是怎么提醒你呢?就是什么?啊,写一个什么?轻,是吧?轻,是吧?然后一般是,呃,就是说,说得很亲切,是吧? 轻,是吧?轻,是吧?呃,本什么网站,啊,本网站什么样呢?呃,本网站,呃,就是什么?有,有,有优惠,是吧?啊,最近,最近什么?有优惠,优惠,优惠活动,是吧?有优,优惠,优惠活动,啊,这有活动请,请,请什么?请,请,请,请强力关注,是吧?请强力关注,是吧?请强力关注,啊,强力, 请强力关注,啊,关注,是吧?好,关注,啊,好,优惠关注,好,然后的话,下面有个什么呢?有一个按钮,是吧?有个什么按钮,啊,比如说是,放一个按钮,是吧?啊,放一个按钮,是什么按钮呢?比如说,来一个,来一个什么按钮吧? input吧,啊, type等于button,啊,这一个按钮,然后这个按钮上面写什么字呢?是吧?写一个value等于什么呢?比如说是,或者用一个A标签吧,A标签来做也可以啊,A标签也可以啊,A,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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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什么呢?我们,呃,学一下前面的,我们复习一下前面的,啊,假如说我点击这个按钮,让他什么都不做,是吧? 只做我们自己做的事情,是吧?可以写个什么呢?写个那个,JavaScript,是吧?SCR,IPT,啊,然后什么,那他什么都不做,吧? 赫夫就是什么都不做,是吧?这样子的,啊,好,然后这里面写什么呢?写什么?写什么,比如说写正,正知道了,是吧?正怎么写啊?正,啊,对。 正,啊,正知道了,是吧?正知道了,啊,好,你点了这个之后,他的这个弹框就不弹出了,是这样的,啊,正知道了,好,那么这个弹框,啊,这个弹框我们现在写好了,是吧?好,这个按钮也不要了,啊,好,这个按钮也不要了,啊,这样一个弹框,啊,好,这样一个弹框,啊,好,这样一个弹框,啊,好, 这个弹框的话,默认它是什么呢?默认它是弹出的,先来看一下,啊,默认它是弹出的,啊,好,比如说你点正知道了,然后怎么样,这个弹框就不弹出了,是吧?第一次会弹出,是这样的,第一次会弹出,啊,好,比如说这个是,在里面写一个什么呢?这个是网站的首页,是吧?比如说这个是写一个什么呢?这个是,呃, 网站的内容,是吧?网站内容,啊,内容,好,网站内容,啊,好,网站内容,啊,好,默认的话,这个应该是,还是把它什么呢?烂,是吧?默认是隐藏的,啊,好,这样的一个页面,是吧? 这样一个页面,啊,网站内容,然后你访问这个页面的时候怎么样,是吧?它就是什么?它就会弹一个框出来,告诉你是吧?有优惠活动,啊,然后你点正知道了,然后怎么样? 下次你再访问这个网站怎么样?它是不是不弹了?不弹,啊,那么不弹的话是什么呢?就是用那个,用一个cookie存一个状态,就是存什么呢? 你已经读过了吧?是吧?你已经读过了这个信息了,然后把它存到这个本地,啊,好,那么这个东西我们怎么做呢?是吧?我们来怎么做,看一下啊,那么的话,这个,把这个堂框改一下名字吧,改一下名字,这个,这个中文呢也不好弄,是吧? 比如说是,呃,readtip吧,readtip,是吧?好,这样的一个,啊,好,readtip,然后的话我们来写一下这个什么呢?写一下这个代码,是吧? 啊,jequery先引进来吧,啊,jequery引进来,啊,然后的话把这个cookie引进来,啊,刚才我们写的是三种存储这个本地数据的方法,是吧? cookie的话怎么样呢?它需要这个插件,啊,其他两种方法的话不需要,啊,比如说JS里面的这个什么呢?这个cookie,是不是这样的啊?cookie,啊,然后的话我们来,进来就做一件事情,是吧? 好,比如说这个,好,首先进来的时候我们什么呢?因为要获取这个什么呢? 谈框吧,是吧?获取这个谈框,啊,获取这个谈框的话,那么先写一个ready吧,是吧?写个ready,啊,方个选,是吧?方个选,啊,方个选,然后是进来的时候要干嘛呢?啊,进来的时候先什么呢?啊,先什么,先读一个cookie,是吧? 比如说读这个cookie的话,就是我之前写的一个cookie,啊,就是写没写,我先读,如果是读不到的话怎么样? 我就谈这个谈框吧,如果读到这个cookie怎么样?我就不谈,是不是这样的啊?这么谈,啊,比如说那么我进来就读吧,比如说我放一个什么呢? 这个dollar,比如说,啊,就一个什么呢?比如说就是has read,吧?has read,是吧?has read,是吧?has read,就等于一个什么呢? 等于一个dollar.cookie,是吧?dollar.cookie,啊,dollar.cookie,比如说是,呃,比如说这个cookie名称就叫has read,是吧? 是不是这样的啊?has read,啊,好,我进来就读这个,是不是这样的?进来就读这个,啊,好,然后的话,我来看一下,我把这个弹出来,啊,alert一个什么呢?has read,吧?alert一个has read,啊,好,然后的话,我人家用什么,服务器来,环境来跑,这个吧,服务器环境来跑,这个,啊,好,然后的话,来看一下,啊,那么这个服务器环境就是,我的服务器环境还在跑,啊,还在跑,啊,好, 啊,localhost 888,然后是这个什么呢?003,是吧?然后是什么文件呢?readtip,吧?readtip.html,是吧?html,啊,好,这个是undefined,是吧?undefined,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什么呀?就是没有这个值吧,是吧?没有这个值,啊,好,没有这个值之后怎么样呢?那么就判断一下,是吧?一进来就判断一下,是吧?好,这个叫undefined, 是吧?好,那么的话,我们讲判断一下,啊,if什么呢?if这个has read,是吧?等于什么呢?等于一个undefined,吧?undefined,啊,undefined, F-i-n-e-d,啊,undefined,是吧?如果等于undefined,啊,好,等于undefined,相当于是没有吧?是吧?没有,啊,没有,啊,等于一个什么呢?没有,是吧? 好,这个再来看一下,啊,再来看一下,啊,然后是再来 弹一个没有,是吧?啊,这个可以进来,啊,好,没有的时候怎么办呢?我就怎么样?就把它什么呢?就把它写一个copy吧? 没有的时候我是不是写个copy啊?写个copy,啊,好,写个copy,啊,好,写个copy,啊,好, 弹给弹出来,啊,就是,那么就是dollar点什么呢?dollar点什么?cookie吧,dollar点cookie,啊,写一个cookie,是吧?那么就是has read,吧?has read,啊,has read,比如说,那么这个,这是has read,这是建名吧,是吧?建名,啊,好,建值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就叫read,吧,read,那么它的值就叫read,就,就不叫undefined,吧,是吧?如果读到的,就叫read,吧,是吧?好,然后的话怎么呢? 我存它个七天,可不可以啊?就是用户可能一个星期看一次这个弹光,是吧?一个星期看一次,就是下个星期的时候,这个什么cookie会删掉,然后还会弹出来,是吧?好,来看一下啊,那么就是一个spell,是吧?一个spell,一个spells,是吧?一个spells,好,一个spells,然后是什么呢?就是七天吧?七天,啊,好,七天,啊,然后是这个什么呢?这个是pass,是吧? pass的话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根目录下,是吧?放在根目录下,啊,好,好,这个的话进来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啊,来看一下,然后再来跑一下这个页面,再来跑一下这个页面,啊,好,这个页面之后,然后我来看一下这个里面进来没有,是吧?检查一下啊,好,检查一下,看一下这个application里面, 这里面有个这个什么呢?Headread是不是已经进来了,是吧?Headread已经进来了啊,Headread已经进来了,好,那么这个时候我来看一下啊,好,这个进来之后,那么怎么样呢?就是,这个的时候怎么样呢?我需要把这个弹光弹出来吧,是吧?弹光弹出来啊,好,弹光弹出来啊,好,比如说这个是,嗯, 嗯,这个逻辑应该不对啊,逻辑应该不对啊,逻辑应该不对,是什么呢?应该是,用户点了正知道的时候怎么样,再把这个cookie写进去吧,啊,不是说一进来的时候怎么就写这个cookie啊,就是什么呢?就是,点正知道的时候怎么样,就是再把那个东西写进去啊,如果就是说这个只是判断什么呢?判断这个,如果没有,如果是anti-fine的话,是把弹光弹出来,是吧? 那么应该是,这个是吧?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啊,这个的话怎么呢?呃,就是多了什么呢?多了他吧,多了他啊,多了,多了,然后点show吧,show是吧,show啊,他弹出来是吧,他显示出来啊,显示出来啊,显示出来啊,然后这一句的话不放在这里啊,这一句的话是click的时候, 是吧?是吧?好,就是谁click的时候呢?就是这个,这个click的时候啊,就是这个什么呢?正知道了这个是吧?好,这个写个ID是吧?ID等于什么呢?就是,呃,UserRead吧,啊,UserRead,UserRead,好,这样一个ID是吧?ID啊,好,那么就是,多了什么呢?啊,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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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由于 musique的警号啊,然后是UserRead,是这样的啊? inflation的,啊, Read,啊,userRead,然后是click的时候是吧?click的时候逛逛逛 financialrone粉,啊,click的时候,啊, 클� whoa,然后干嘛呢?就是什么样呢?就把这个什么?把这个cookie写一下,是吧?写下之后,然后干嘛呢?然后,关个婚,是吧?p magnetic що,啊,p magnetic что,啊,p Inktr define,啊,dак helpsper하다 这个嗨的 好 应该是这个逻辑吧 是吧 这个逻辑啊 那么就是 判断 判断是否存 存到cookie 判断是否存在不可以啊 没有的话啊 没有就 弹出弹框啊 弹框 没有就弹出弹框吧 没有就弹出弹框啊 然后的话 这个的话就是点什么 就是用户点击的时候是吧 用户点击时啊 用户 用户什么呢 用户点击时啊 点击 点击 知道 是吧 点击后怎么样呢 就是 存cookie是吧 存cookie 存cookie完之后 然后怎么样呢 就是再把弹框关掉 是吧 把弹框关掉啊 弹框 关掉 好 这样子 是吧 好 就这样一个逻辑啊 这样一个逻辑啊 好 这个的话写完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 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 是吧 好 这个的话因为怎么样呢 因为是这个cookie 我们刚才存了一下吧 cookie我们刚才存了一下啊 在这个地方是吧 是不是有这个cookie啊 我把这个cookie删了 看见没有啊 delete的时候 把它删掉啊 好 删掉完之后 我看一下它第一项链是什么样呢 它弹不弹出来是吧 好 我进来的时候再回收一下 是吧 是不是弹出来了 弹出来之后 比如说我点正知道了 是吧 点正知道了 正知道之后 然后关掉吧 是吧 好 我再 再访问一下 是不是不弹的 是不弹的 是吧 这是第一次弹 是吧 好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 我再把这个cookie删掉 那么又可以什么 又弹 是不是这样的啊 比如说这个 还是遇着又有了吧 好 我再把它删掉 是吧 删掉之后怎么样 再来 是不是弹的 是吧 好 点这个 是吧 点完之后怎么样 还有存的吧 好 存的时候怎么样 就是说 存完之后 这个子就不等于什么呢 不等于这个unify的吧 不等于unify的怎么样 那么这个什么呢 这个就不能修了吧 是吧 这个是不是 是不是开不了啊 是吧 开不了之后 那么这个按钮就没有了吧 压根就没这个按钮 没这个按钮 你就不能点了 是不是这样的啊 不能点这个按钮啊 好 那么这个就是这个逻辑啊 好 就是这个就是什么呢 只弹一次的这个弹框啊 只弹一次这个弹框 好